登登登 哇 你的电影好假 好漂亮啊 Hello 大家好 我是Lanning Welcome back 話說最近我們去了歐洲玩 大家都知道最近歐元就非常之弱 加上可以退稅 所以就突然令到很多人給名牌很便宜 可能是八折 七折 甚至是六折 所以今天就想跟大家做個開箱 分享一下我們在歐洲買了什麼 開箱之前就記得訂閱個頻道 我還欠500多個就已經清醒個subscribers 好 我們現在開箱 第一個要分享的東西當然是綠色這個 這麼搶眼的袋 Bottega 也是我在歐洲買的第一個名牌 裡面我主要買了兩個產品 兩個都是最新的designer Matthew Blaise所推出的產品 我完全沒有買火紅的 什麼盒子包 包子 反而買了兩個新系列的東西 沒有買舊designer 第一個其實是一個袋子 就是這個 Cushion 袋 其實就是因為我覺得它很可愛 它是一個很簡單的袋子 就是一個正正方形 沒有其他東西 它第一個選擇 就是拉鍊中間放東西 我喜歡它的地方 就是因為我覺得它真的很賺 看上去是一個枕頭 等於是一個袋子 還有我喜歡它是有厚度 都算薄 我又不喜歡太薄 很正正方形的clutch 也不喜歡太厚的手提包 我覺得這個剛剛好 而且你拿的時候 就有一點手感 拿起來就很舒服 我覺得它挺富滿的味道 對 不過今天實際太多要分享 所以今天就不做一個深度的評測 如果遲些都想看我評測這個袋子 分享一下這個袋子 好不好用 有什麼好處或壞處的話 就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和珍珍百幾個兒子的訂閱 好 我們就說下一個項目 好 第二個在BUTECA買的產品 其實就是一件襲衣 我們現在馬上拆開它 嘩 你的電影很假 好漂亮 好假的 就是一件Overshot 先說一下它貴的概念 它這個新的CKC Mathieu Blaise 它第一季 它有一個主題就是動態 而一個雕塑 還會有靈感 就是風吹著衣服 有一個動態 其實它只是石頭 但它就像衣服不動 也有一個動態的感覺 它怎麼做呢 譬如說在酒裡有曲線 或者在腹腳上有曲線 所以我其實很喜歡它的概念 我覺得很有型 所以就買了一些 它這方面有一個靈感 一個細節在這裡的單品 譬如說 是一件襲衣 其實它是一個女裝襲衣 是當裙子 但我自己照買它 就當它是一個Overshot 的jacket這樣穿 它穿了身後 其實它旁邊 它應該是有一個曲線在這裡 就不像一般的襲衣 但這襲衣是真的直不勒的 其實我想拉直也拉直不到 是會有曲線在這裡 所以我覺得非常非常有型 不如馬上穿上去 你看它的手 是曲了的 就算我不動它 應該不是我自己的手 打斜了 而是我的手已經是打直的 但看到它的曲線已經是自己弄出來 所以就真的非常有趣 我覺得這件襲衣 我們下一個說什麼好 說Herms 說Herms 你可不可以讀它真名 它是懂得讀的 我們說MS 我們在MS 都會買些東西 我們第一個在MS買的產品 就是Pocket Square 我們每人買了一個 同款但不同色 那邊是綠色的 那邊是粉紅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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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是比較厚 例如穿上衣服是粉紅色的 口罩粉紅色的 那邊是粉紅色的 那邊是顏色的 所以就選一些適合我平常穿的衣服 亦是印證了粉紅色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穿上衣服的 不是 那我們就每人買了一條 那這個PATTERN 其實是一個 LMASS 他巴黎總店的地址 的PATTERN LMASS 24 RUDE 它總店的地址 對 某條街是24號 這裏有24號 我就知道 那我就覺得非常有紀念價值 但因為其實它的字體 都是縮到GEMETRICAL 形狀 不是真的字 所以其實如果你摺起來 例如說這樣摺 扭個花出來 在空袋那裏 其實都不要看到 那個字得自己知道 而它這個PATTERN 其實都很多不同顏色 有黃色、綠色、藍色 它這個就不同顏色 可能是粉紅色、紅色 就是這樣 所以就令到一個 穿搭是更加Versal 更加有彈性 你可以因應著那裏 穿的衣服 接回你想呈現的顏色 這個配搭也挺靈活的 因為你都可以 接到 in a way that 可能就是 可以展示那條邊 如果你不想展示那條邊 你可以展示那裏 這樣也很靈活的 對 這個就是很喜歡 其實我主要一開始的時候 這裏是黃色的 我喜歡黃色的東西 所以我看到黃色也是 哇 還有這個藍色也是 因為它是大 偏暖的藍色 所以我很喜歡 所以這個 看起來覺得 唉 又是要買的 對 我喜歡的東西 是小一點 小一點 好 我們說下一個套 接著就是領梯 我們也是每人買了一條 所以我試一下給大家看看 那條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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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是一個基本款的領梯 但我都覺得挺漂亮的 我這條款就是 底子是藍色的 打直打橫H組成的一個圖片 那它裡面其實是一個 馬蹄的橙色的馬蹄圖片 這個我現在才看了 我剛才買的 對 每個人在這裡都有一個 馬蹄的圖案 所以我覺得都挺 formal的 其實也有少許換味 我喜歡這些東西 而且有些鮮艷的顏色 但也不會太長 所以那時候我就選了這個圖片 我選了一條 就是比較悶一點 它是一個很淺的灰色 但偏暖一點 然後H的圖案 就是打斜的 就不像它那個搭乳 其實整條就是這樣 偏幼小色的款式 我想我會比較硬一點 就是這樣 但我都挺漂亮的 亦都異層 因為很多灰色系列的衣服 其實我也挺喜歡 對嗎 都很漂亮 你又不買一條藍色 你買一條藍色的 可以買一條藍色的 下次我再買一條 下次我再買一條 我們在MS也買了兩條 每人一條 好 我們下一個產品 好 在MS除了剛才的兩個產品 我們兩個都有買之外 我自己也有買少許東西 第一個產品就是這個 應該是一個包子 我們拆開來看看 是這樣的 挺好的 他有一個防身袋 對 防身袋 那個袋是很小 但我覺得他也挺便宜的 其實袋子 原本是沒有想著買的 沒有想著進去店裡 我要買一個袋 但是進去的時候 我覺得在廚窗裡 看到他覺得 挺有趣的 想見一下 就問店員可不可以看 店員就說 其實袋子就是要 就是要排隊 要排隊 要配貨 要什麼appointment 對 我想大家都知道 MS的袋子 是很多這樣的arrangement 但是店員拿出來的時候 我摸上手 覺得 觀摩完有趣 自己也喜歡 其實我也想要一個 這樣的袋子 去一些比較荒謬的場合 可以用 有時候可能想放一些東西 但是也不會拿大袋外出外 我覺得這個就很適合那些場合用 而且這個袋子 找到整個袋子 是你看不到MS這個字 是嗎 是的 他們藏在裏面的地方 我知道 我以為他 裡面的 裡面打開 所以看到很小的MS Main in France 所以我覺得 在外面看起來 是沉實一點 還有裡面是鏡皮 沒有那麼flashy 很漂亮 那個夾層 也很簡單 裡面就是一個大的間隔 旁邊其實是沒有拉鍊的 但是你可以放一些東西進去 我覺得都很便宜 如果是一些比較荒謬的場合 只是放一些東西 這個也很足夠 是的 那麼MS買了最後一套的產品 其實是兩個產品 就是這個 是什麼 是一個皮帶 還有皮帶扣 皮帶扣 我就買了這個 噢 也好是純黑色的 是純黑色的 是雅黑色的 一個皮帶扣 其實也不難買 香港的油 不過當然在歐洲買便便宜很多 是啊 起碼有7指 好嗎 是啊 皮帶就是這樣 兩面用的 當時店員問我想要什麼顏色 我就說我想要深啡色 是黑色的 那它又真的找到這個配搭 所以當時也沒有考慮太多便買 這個套裝挺好的 因為整件事很靈活 好像剛才我們所說的 因為你的皮帶可以配搭不同的皮帶扣 你可以因應當天的村長 那你就去自己做Mix and Mesh 配搭 而且我挺喜歡它的款 它是小有地 兩邊不單是不同色 是不同質地 是的 它一邊是荔枝皮 另一邊是滑的黑色皮 這個是很少見 是的 這個真的令到穿搭的彈性又大 是的 你現在買了兩條皮帶 對 現在就好像買了兩條皮帶 所以我覺得也是一個好的購物 不是說很難買 其實香港的油 不過我的價錢真的非常優勝 你沒有辦法去抗拒 即是30%off的那邊是 沒有辦法去抗拒 好 接下來我們就說Dior 話說Dior最新的秋冬季 Kim Jones設計的藍妝 非常喜歡 不同顏色的Grey 有很多單品都有一些刺繡 特別用了零蘭這個主題做不同的刺繡 我自己都非常非常喜歡 所以看完這個時裝 都覺得有一種很如魚的感覺 很開心的感覺 很舒服的感覺 都因不如是買了兩個項目 其中一個就是這個冷衣 對 其實我想大家如果經過Dior的廚窗 應該會老是常常出現 就是這件蜜冷衣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因為真的每個人 在歐洲就真的是老是最喜歡的 香港也是 香港也是 其實它只推出了四個顏色 基本上是一個 原來好像是淺灰色 然後是深灰色 然後是啡色 我自己選了一個綠色 其實就是一件 設計很簡單 沒有什麼可以說的 一個Cashmare的冷衣 然後就是一個靈蘭的刺繩 就是一個CD Christian Dior的路口 整件事就很簡潔 但正正因為它的基本款度 不能再基本 所以穿搭也很容易 因為冬天很容易穿 有Evergreen 不容易會過時 什麼時候穿都會覺得挺好看 這就是買其中一個項目 其實第二個項目是買不到的 但找了很久 在香港訂了一個 扣針 但遲些有機會再跟大家說 那我再說說我在Dior買了什麼 那我一直都想買過 Cardard 當然有漂亮的 適逢在Dior 我看到這一條掛繩 我覺得都挺熟悉的 那我就拿出來看 Cardard是這個黑色的 前面有一個透明的窗口 你可以塞那個STARVID進去 後面其實它也有幾格 我覺得這幾格 可能放一些常用卡 或者八個通卡 都會方便的 那這個鏡子是有一個扣 所以你可以很快速地 去 好像有鎖匙扣 整整整出來 這樣 有一個快拆出來 對 OK 其實我也有留意 在香港的時候 它比較經典一點的 其中的 就是它這個 在皮上的圖案 比如它是 袋子 鞋子 或者這些小貨物品 其實也有這個紙 今季新出的款式 不是整個都是紙 我想大概三分之一的紙 就是有這個紙 紙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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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紙 所以我那時候 那時候 我也有一點入意 不如放下就算了 我就不買了 但店員說了一個點 就是其實 Bluetier的產品 可以免費幫忙做一次的 recoloring 嗯 就是很會做生意 對 很會做生意 而這隻銀包 它是有兩種顏色的 所以當它做recoloring的時候 我是可以選擇兩種顏色 聽完之後 其實這個也是鼓勵了我購買的 這是啡色還是黑色 其實是啡色加灰色 有一點 其實我看到它下面 就是一個engraving的部分 比較啡 啡了一塊 其餘就是一個深灰 其實後面就好像有一點 你已經是用過的痕跡 那樣的pattern 其實是一個特地 intentional的設計 對 挺漂亮的 而且我覺得它的皮質 摸上色也是很光環 很飽滿的味道 都是自己很喜歡的 在香港買 是差不多9000元 8900元 但是在歐洲買 它應該扣上稅是5000元左右 差不多一半 是的 入面的間隔也很實用 有兩塊是放銀子 也不用接買銀子 卡位也很多 這邊就是一個小袋子 另外一個在Bellutier買的東西 就是這個護照套 我給大家看一下 它連袋子也很漂亮 對 份層袋子也很漂亮 這個護照套也是 承襲剛才的錢包 不是整個都是這樣的engraving 這裡一半有engraving 間隔也很簡單 這裡給你塞一個護照 這裡是另一個的compartment 前面有幾個卡住的卡位 這個我喜歡它的原因 就是可以整個打開 所以你可以把護照 就這樣塞一個封底 在這裡 你也可以看到裡面的內耳巴 還有可以塞幾張卡 所以有時候可能是 在飛機 或是intransit 可能塞一張新聞證進去 你就只拿一個護照套 我覺得也很方便 所以就買了這個護照套 其實那個護照套 也不是很intentional想去買的 是差不多買單 想買個錢包的時候 就問店員 你會不會有同款的護照套 可以給我們看 我想走的時候 其實也覺得 那個材質很飽滿 皮很漂亮很滑 皮很漂亮很滑 是真的 所以就買了 因為其實在香港 一定比歐洲 一定比歐洲 其實跟剛才的錢包差不多 所以當時就 下了決定 就買吧 既然喜歡的話 現在想我 其實這個 這樣的裝法 裝了幾張卡 其實是 勾得完美 反正買的 都要隨身帶 護照套 有一個護照套 然後旁邊有一些卡 這樣外出 看手機 就行了 最後就是 襪子 其實這個牌子 如果你是喜歡藍妝 我應該都聽過 或者是行李卡 走得多 我都看過 就是一個 德國很出名的 新品牌子 其實它就是 專門出這些 洋霧 或者Cupon做的 蜜 全部都是西裝粉的蜜 我買了一個 這樣的蜜 其實它就是 看起來好像黑色蜜 但其實做了之後 它彈開 會有一些灰色的 在中間 然後又買了一個 玻璃蜜 很簡單 但就去到Half Calf 我就買了三隊 其中兩隊是行山蜜 不同顏色 就是這個 山蓋開始 可以穿這個來行山 另外我們也買了一隊 Over the Calf的蜜 跟剛才Nick笑同款 原來我都買了兩隊運動蜜 一隊是行山還是跑步蜜 所以買了四的蜜 蜜很容易買 第一件事就很容易買 第一件事就很容易買 第二件事就是 我們要買九一百歐才可以 所以我們就在裡面 買九一百歐了 我這個是二十歐 二十歐現在對港幣 是說 一百五十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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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便宜 超便宜 好 那時裝方面就說七七八八 然後我們就說下一個 就是護膚品、香水、化妝品 我們現在就逐一說一下 十八八 到九十五十塊